我要講的是 複數的神經網路 我有讀一些東西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討論一下 我主要讀的是這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 甚至有把它裡面做的那些 東西放在它上面 大家可以去做做看、玩玩看 那它的文章 它一開始會講我們Motivation 還有去講一些之前別人做過的工作 那在後來才講它自己去 建構神經網路裡面的不同的block 也就是把我們常見的這些block 換成可以處理複值的功能的東西 那在前面講Motivation的時候 大概講的幾點裡面 裡面都有它對應的工作 我覺得它有一些些來 然後它裡面牽涉到的 我看過一點點部分 我們出來跟大家聊一下 這樣子 那這邊我沒有 更沒有仔細去看 不過這邊 Yamatoom有畫面在上面 那我覺得 把它放在這邊 雖然我沒有要講 我覺得它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前面大概就是相關的那些之前的工作 大概每個點都對應一篇文章 我挑出一篇文章來講 那這個就提一下而已 我也沒有了解 那接下來它就把一些常見的 我們的網路的block去換成 可以處理複值的東西 我們當然看 那第一個 東西 是 我的理解是這樣 那 大概是說 我 我先試著直接講 就是說 我們在神經元裡面 如果可以 它可以處理複值的話 那你可能可以 在這個神經元裡面 就是壓縮蠻多的資訊 那 而不增加 神經元的數目 那代價可能 它這個 資料存和擷取的方式 代價是說 你要做很多份這樣的copy 看起來 有沒有比較好 不確定 不過起碼 在我們平常一個神經網路 要 增加儲存資訊的時候 可能 會增加神經元的數目 會讓你的網路變肥 那你光是增加copy 神經權重的數目沒有變多的話 也許有它的一些好處 我的初情了解是這樣的 那 實際上它們是這樣做的 就是說 假如說 我有兩份的 這個 訊息 可能想成是一張照片 不過我這簡化期間就是說 A這個訊息 它有三個分量 那 這三個分量 就是純粹的complex number 就是一個負數 1加2i 6-8i 這樣的東西 那另外呢 有另一份 這個訊息 它也是三個分量 那實際上 你可能可以 等下講完以後 希望說 很自然 感覺到它可以延伸到 比如說 可以放500個分量 那你的 這些訊息呢 比如說 一張照片 或一個一個的資料 可以有ABCDE 可以有 比如說 蠻多個這樣子 那我們想要做的就是說 把這些 ABC這些訊息的項量 把它存儲起來 而且需要拍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容易把它截取出來 比較有效率的 運用記憶體 那 它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你為每一個訊息項量 就是 弄一個 大小 一樣的這一種 叫做 Key的 這一個東西 例如說 這一個 A訊息 它有三個分量 那 它對應的Key 就有三個分量 全部都是複數 這裡遇到的 全部都是Complex number 那 B訊息也給它一個Key 然後這裡呢 它 定義一個就是 點乘 就是你 對每一個分量 個別去乘 的這個操作 等一下會 重複出現 這個符號 那 它實際上就是說 例如說 怎麼把 A訊息項量 跟它的Key 拿來 點乘起來呢 其實就是說 把它這兩個 這個 和這個 乘在一起 放在第一個分量 第二個分量 就沉在一起 放好來 第三個分量 也是沉在一起 放好來 你也可以把 B訊息效量 跟它的那個Key 做點乘 放在一起 它等一下就是 用這個Key的操作 來去接去 訊息 這樣子 那 它這裡 實際的 具體的做法就是 從這裡開始 你有兩個訊息效量 你給它Key 然後就把它加起來 這個加起來就是 一般的這個 複數的相加 例如說 在 A訊息效量 跟A的這個Key 你把它點乘起來以後 那這兩個相加 A跟B相加 其實就是說 把它分量 就對應相加 就真的是普通的 那個 Compass Number的 加法跟乘法 Point-wise Element-wise 那 剛才我們得到了 這樣的東西 叫Memory Trace 就是把這些東西 訊息把它 全部加起來 那現在混在一起了 我們要怎麼抽 抽 截取回來 大概從這裡開始 看 就是說 對於 A這個訊息效量 那我們定一個 它的 Ingress 就是它的 A Key 的這個Ingress 就是Element-wise 的這個Ingress 就是每一個 Element 都去取它的這個 這個 導數 那你再把這個 Key跟剛才的 Memory Trace 去點乘起來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是像這樣 就把這個A 點乘進去 那這個點乘其實 對於加法 當然你可以分配 分配率 你順序也無所謂 那你乘進去以後 這兩個消掉 這會變成E 所以這個 會留下來 那這個其實沒有結束 因為後面還剩一個東西 所以你單純 製作一個 Memory Trace 你製作一個這個東西 你把很多 A B C D E的 這些訊息 把它用提壓縮起來 頂起來以後 你光用這個 某個 六準小截取 A訊息 你光用它的 這個Inverse 去做的時候 你會留下來 一堆噪音 這並不是我們想要的 那 稍後他就跟你講 一個方式 就是說 你可以去把這個 那個Noise弄得很小 那代價就是說 一開始你要準備很多份的Copy 那它的做法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專門挑這個東西來看 現在剩下來的這個東西呢 B訊息 它前面還點成了這樣一個東西 它 我們可以看說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東西盡量變小 好 那挑出這項來看的話 它長相是這樣 就是A的這個Inverse 乘到B裡面去 那具體來講 就是它是每一個Element 都有這個成績 好 那 如果說 我做一個操作 這個操作是這樣 就是說 我把這些Element 就是說這是第一個Element 第二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我把它換位置的話 就做一個Permutation的話 我這個記號就是說 我把第一個位置 我就放第三個分量 我把它拿到這裡來 1呢指的就是說 第二個位置呢 我放第一個分量 而不是放原來的第二個分量 然後第三個位置呢 我就放二號的分量 所以你就把它位置換一下 你就得到另一組的這種 這種Key的這個成績 那Permutation可以有很多種 那就是 你如果有三個數字 你任意排列 不要重複的話 可能三接 那 你如果有N的話 就N接 那 你就把它 這些 這個排列的方式 然後把它 準備起來 具體來說是這樣的 就是說 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你有訊息項量 然後呢 你有 每一個訊息項量 它有這個Key 你同時 你要準備不同 Permutation的這個Key 那 例如說你準備 原來它有三個分量 你準備六個Key 那每個Key它就是 第一個 這組Key的這個分量 它交換位置而已 那 後來 你把大家都 先 不好意思 先壓縮成這個樣子 大家Key 可能裡面的分量的位置 是有洗牌過的 然後呢 你再用 大家個別對應的這個Key 去乘以這個 Memory Trace 你就基本上 會得到A 你六個Key 大家都有個A 大家都有個噪音 那這個噪音 其實 你就把 它的本質上是這種東西 你就把大家 全部加起來 平均一下 那 你如果說 看這個東西的話 那這個是 我看 這個東西 我把它名字叫做 E I Δ1 這裡是這樣子的 就是它這裡有個小細節 就是 它裡面的那些Key 的長度 都是1 所以基本上它只有相位而已 那A和B 他們 他們 他們當然不一定一樣 所以他們也會有相位差 而且它也取個Inverse 所以這一個相位差 所以第一個分量 這個 A和B的 相位差是Δ1 那第二個分量 他們這個 相位差是Δ2 那如果把 你看這個第一個分量 你把它加起來 這個Δ1 三個分量的 這個相位差叫Δ3 二的分量 這個相位差叫Δ2 然後這裡還有 第一個分量是Δ 那第二個分量是Δ 第二個分量是Δ 第一個分量是Δ 所以Δ 你就可以把它全部加起來 然後這些東西 一般來講 因為這些相位差 彼此之間其實獨立很 就一開始你建議 那些Key的時候 你可能是 每個分量他們的Key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所以這個可能加起來以後 就會變得比較小 那 第二個分量 跟第三個分量也一樣 跟第三個分量也一樣 所以他們是用 我看起來他們是用這種方式去 削減那些噪音來去重新截取回來的 這個東西 這樣子 那 這個做法 具體的 他們就寫在這邊 我先跳過 他們就寫在這邊 大家如果覺得有興趣 如果可以檢查一下 剛剛那個講法對不對 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然後 有一些細節 就是他優劣 可能大野心就在講 好 那 這一篇是Benjio 還有一些公合作者 在2016年寫 就是 我跳的這一篇 這是Benjio他們去 一群人去寫的 那他們提到的第一個 叫做 associated on short-term memory 裡面就用到這個計法 好 那 像是 這是Benjio他們這一篇配文裡面提到的 他說 你用這樣的複數的表示 那 數實上來講 那 你去揭取訊息這件事情上面 是 有效越來越穩定 那 他最後面還講一段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他 這他沒有講清楚 我不知道後續有沒有相關研究 因為他們這邊是2016 那 他講一件事情我覺得蠻有趣的說 他說 他後面有設計residual block 然後他說 嗯 residual block的這一種 還有highway network的這種架構 其實 跟那個 associated memory 他覺得蠻像的 那既然 associated memory 就是剛才那種架構 他 能有 那樣的 效果 我看起來好像就是說 你訊息可以壓縮在裡面 你不 擴張你的網路 你可以 用一個特殊的方式 用Copy去接取 那 那是不是 在 residual block 你也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可是他整天 後面就沒有好好講 residual block 怎麼結合這個事情 那 我就 就是進一步把剛剛那個 拉打去結合那個 LSTM 那具體就不講 一般LSTM 你會有 input get output get forget get 那 你在 他們在這裡 去安插了剛才的這一種 就有 有 他有結尋 還有結尋 這就是他們的那一篇 然後具體來講 大概在這邊就可以看 那這也是那個 本就有他們提的 就是說 他說 他說LSTM有一些限制 就是說第一個是 你要增加他的記憶的容量的話 你可能要增加深圈的數量 那你直接的就會影響裡面全連接的全中的數目 他剛剛那個看起來好像不用 這個我不是很了解 可能是跟你截取訊息的時候 你要不要用index 要不要address這件事情的關係 這我覺得不是很了解 他就講第二件事情 所以LSTM本身好像 它 Legs of a mechanism to index is memory while writing and reading 這我覺得是沒有感覺 真理部分大概是這樣 這個意思應該是說 LSTM不是一個天然的 可以透過一個index 來取mary 他這邊是一個mary model 不是一個像LSTM是比較適合在做那種序列模型 有前後因果關係的 但是他這邊重視的是 把一個東西放在Mary裡面記憶然後取出來 所以他這邊講 他缺乏一個 這是一個key 來取他的字 他的意思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沒有想過 如果接姿勢出谷的話 其實就可以很像key 然後拉出來 是可以啊 好 我覺得他的正文的部分 彈的其實技術上是簡單的 他的motivation寫的倒是蠻有意思的 所以他寫了什麼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他提到另外一篇文章 這些人當文章的工作是 他們去分析 理論上的分析 一個RNN 在T2爆炸跟T2消失這件事情上面 什麼條件可以T2爆炸 什麼條件會T2消失 那你就會比較知道怎麼避免 還為什麼有一些東西他好像效果比較好 當然 有一些限制 例如說 他彈的這個網路是一個簡單RNN 那 這個RNN裡面的這些權重矩陣呢 他是那個 手工能 是正交的 那 就是這些權重矩陣 他們就是這個 手工能 就是他 他跟他自己的全身都撐起來是一 那他 有提說 你如果用這樣的東西 去做的話 你可以進一步分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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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裡 這個就是一般的線性組合 那 這裡做了一個 Invation以後就是H 這可能是最簡單的RNN的架構 那 如果說 你的這個 RNN的這個長度 那如果有大梯的話 那他就談說 你在大梯之前的某個小梯 可能這中間距離蠻遠的 那他們之間的這個關係是怎樣 你把那個cost去 對這個去取梯度的時候 他就把它展開 那展開以後 大概我們會直接感覺到說 推到我有寫在那個後面 就把它 我試著把它 就我理解的去補 那 展開的時候 他大概會有這個的微分 還有這個東西 對你的H的微分 這個東西對H的微分 大概就是W 所以 每一層都會有W 那 這個東西對Z的微分呢 它 基本上是一個 你要把它寫成矩陣的話 它是一個對焦的 那 就是對每一個activation 對自己的微分 這樣 它分析從這裡開始 就是說 這個 A的這個norm 去查了一下 是 它是你A乘一個向量 A是矩陣 A乘一個向量 然後它可以在不同 向量選不同的數值的時候 你可以延展到最大的數值 一個條件是你這個 向量長度是1 這我細節 我有興趣 我們可以在後面討論 那 它用這一個 不等式 就把剛才的這個大小呢 基本上 它的基本上就是 向量 和矩陣 和矩陣 所以就用這個 不等式 它就是小於等於它 那 因為我們W 是一個 正交的 所以說 它的這個 這個 None 是等於1 那 結果就等到這個 它的結果 那 有用正交矩陣 或甚至Unitary 去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個直接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做理論的解析 因為 要讓這個 不低度爆炸的話 你 基本上就是限制你的 這個 Ectivation 它尾分的這個 數字的大小就可以了 如果它的大小 是 在 Ti 以下 這個Ti表比1 大的時候 你連層起來以後 這個東西 只會越來越小 那如果你不希望它 變成0的時候 你就要求說 這個東西的None 基本上是還沒Element的這個 IgonValue 最大級 是 不要試小運動就可以了 那所以 RedLuke 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那 這是它提到的事情 這樣子 就是 用Unitary 或正交的這個矩陣 去 做你的網路 可能有一些 你可能可以 對這些 現象的條件 可以有掌握 這樣子 我的理解是這樣 嗯 嗯 好 那它在同一篇裡面 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像我們常常 去做訊號處理的時候 那 複列 轉換 跟 其他的 像小波轉換 你用複數是 自然的 等等 那 像 你如果說 去做這個 複列轉換的時候 它 你的Basis 你可以 轉換跟 反轉換 你都可以把它寫成 一個矩陣 那裡面的矩陣其實也是 遙整 Unitary 那 它 所以說 你 你 用複數的矩陣這件事情 是很自然的 所以 用複數的網路去做 這整件事情 很不錯 那 剛剛講到 那個Yalacom 他們 一群人寫的那一篇 我覺得本質上是處於這樣的問題 就是 把複列的轉換 擴展到小波轉換去看 就是說 當你用複數的 權重複數的網路 然後去彈卷輯的時候 它 可能 描述它的數學式 就可以用我們常常做 小波分析 訊號分析的那些工具去做 這樣子 它 看起來講是那一類的事情 不過 沒有去看 好 那 呃 第三個 點 就是說 呃 這個可能Jason就是 很了解 那我 我出解的感覺是 這樣 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的神經元 神經元 他們怎麼激發 下一個神經元 做法 就是說 線性 組合以後 激發 那 再線性組合 再激發 然後這些線性組合 其實 假如說 它是在模擬 你生物的機制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考慮說 我們 呃 發射訊號 其實不是一直都在發射 那 呃 沒有時間的這個訊息 就是我們談的神經元 我們並沒有什麼時間訊息 兩個神經元 要激發下一個神經元 就看他們誰 相對的貢獻 去加權以後去看 並沒有管說 第一個神經元 他激發了 第二個神經元 或是兩個激發的這個時間 是有先後差的 沒有管這件事情 那怎麼樣去考慮 有先後順序的事情呢 其中一種想法就是說 如果說有兩個波源 就我們國中做的題目 或做的實驗 有兩個波源 那 波峰和波峰一起會建設性感染色 那波峰和波谷會變成波外性感染色 呃 所以即使是一個 就是斜波 它們到達的時間不同的時候 它們得到這個部分 那 我們常常可以用這個 一個叫做向量的東西 那 也就是它實部是一個斜波 虛部是相位差一點的這個斜波 那去 呃 表示它 整個做統一的處理 那所以 你基本上可以把剛才那個東西寫成說 一個神經元 它有一個飛色 然後另外神經元 可能有一個向量不同的這個 它向位不同的這個 它向位不同的這個 這個飛色 那 那你在一個地方相加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跟它們相對相位有關係 那如果說這個相位是可以調的參數 可以學習的參數的話 那可能 你的網路就可以掌握那個 有一點點有時間 用時間插來控制的這種東西 包括 你要不要 呃 組合起來這個東西 當成gate gate 就是 像有記憶的東西 它的gate 要開還是關 你可以 把這個東西當它的輸入 那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當它的激發 之類的事情 那 直接牽涉到的事情 就是說 你如果用像 負數來處理的時候 你的激發要取什麼 那就拿我們平常講的這個review來講 我們就取它裡面的證數 就讓它過去 那如果是負的話 就讓它是0 可是 你如果是一個complet的數字的話 怎麼辦 它變成有很多種不同的選擇 那它們的送選擇就是說 你就拿它的大小 就拿它的這個modules 就是 去做 普通的 這種 一般real number的這個activation 例如說review 它的 不過這個可能 因為你一般的 像樣它的長度 都是大於0的 那你review 普通review有通過 所以你要用bys 來調一下 因為把它減了3 所以你的 大小一定要超過3以後 它才不會過去 那 像位只是完全不動 因為 好像他們有一個 共識或講法 就是說 一個訊號 一個影像 或者說一個訊號 它的像位 如果說你把它 曝害掉的話 常常會 大大的改變它的訊息 所以它這個像位 其實就不去動它了 所以它這裡 指的就是 只有看它的 大小這樣子 做的激發 好 那 這一個 它那邊文章裡面 有講到一些 比較人工的方式 就是 你把 剛才 像位 有複數的部分 和這個 普通的這種激發點 它 平衡一下 各群一半 這個我就不講 我也沒有很懂 這就不講 那主要是 它用像位去 有點是模擬這個 相對的 訊號的這個 時間 firing的 timing 然後 用這個 強度來去 彈這個firing的 rate 就是 到底多講 那這個 我 沒有很了解 我也不講 不過看起來就是說 當你很多神經元 一起去 做 線性組合的時候 那 可能有一些 他們彼此是同步的 那 這些同步的東西 加起來 它 會越來越強 比較大 可以由他們來決定 這可能是 Dynamic Gating 就意思就是說 一些神經元 他們去做激發的時候 他們 也可以 去做 memory的控制 那 這控制就是 有同步 沒同步 會給張管開悍觀 不死強度 好 那最後面這個 我沒有很了解 我就提一下 就是說 有些 像處理那個書 它會列這樣一個圖 原始的圖長這樣 然後你把它 去做複裂分析以後 你把它的 把它做複裂分析以後 你有它的強度 還有 不同頻率的強度 還有 你有它不同頻率的相位 這張也是 一個蝗蟲把帳 那 你有它的強度 跟它的相位 的這個 不同頻率分佈 那 它把這張圖的相位 保留起來 然後把它的 不同 對應頻率的那個強度 全部換成炸門 變這樣子 然後它把這張圖呢 一樣 相位保留下來 它把這個 它的強度替換 張管理帶到它上面 結果發現說 風塵路上 還是可以看 一心拍照出它 什麼樣子來 可是它權重 其實完全是 另一張圖的這個權重 所以有一點 hint 就是說 相位比較重要 相位的訊息其實 比較重要 就是在這很多 圖箱上面 那 還有一個我沒有很了解 就是說 你一個複利頁分析完的 這個分佈 它的相位跟它的強度 amplitude 這兩個 某種程度上 你有相位可以復原它的強度 那 好像有一種系統 比如說 minimum phase 這個系統 它是可以恢復的 那其他 一般來講是不能恢復 可是 你有相位的訊息 常常可以帶有很多 完整的訊息 已經帶有了 所以 相位是 跟 複數綁在一起 所以整個 回來看的話 就是說 那 motivation 部分大概就講完 就是說 這就是剛剛那個memory 就是你可以 做壓縮和截取 這是它一個好處 那 你用unitary 這個 腰整的權重 它當然是 複 complex的 那你可能可以進一步 分析你的這個網路 有一些 額外的好處 還有我們常常用的 訊號分析等 東西 它的處理工序 就是複數 那 這個是說 我們用相位 可以去代表 我們的神經緣 孟臣 就是模擬我們神經緣 相對的 的timing 如果說timing這件事情 真的對生物的 處理訊息 真的是很重要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工序 沒有那種東西 那 可能 加進去 會有幫助 不過它這邊 到最後下來 只是講說 在某些 資料集上面 大概可以跟 沒有複數的東西 相比一體 還沒有超過 這樣子 那具體來講 它講完東西以後 它就講了一些 我們現在神經網路的 一些block 怎麼換成複數 那有些東西 大家想起來 可能會覺得 還蠻直接的 那 它總共講了這些 那 如果說先 點一下我的感覺 先幾句話 點一下的話 那 它講的第一個部分 其實就是說 它 之後會把 捲 它現在 你可以把它講成捲基 它比較多是拿捲基來講 它 把一半的feature map 是 表示成它的real number 然後 另一半的feature map 表示 那個複數 那 如果說現在它有兩個feature 200個feature map 的話 它的 第1號跟 第101號其實是一對的 它大概是用這種方式去表示 也蠻直接 那 再來 複數的卷基的話 其實就是說 我們普通的 卷基 當然牽涉到 是 乘和加 那 你兩個複數相乘 拆成 十步虛步 所以它等一下設計 那個卷基的時候 它會遵守 這樣的事情 那 卷基完的東西 是個別的 十步虛步的 這個規則 它大概想辦法去遵守它 那 複數的 可以微分 因為我們在背向傳遞的時候 需要可以微分 這件事情 有時候不是那麼嚴格 可是 你在談複數的 可以微分的時候 你要遵守到多嚴格 因為 複數可以微分 就是 它有些條件 你不同的方向 去接近一個複數 裡面的點的時候 你那個協力都要離開 所以 它有一個叫Push 就是我們 複數講的那個東西 單純的東西 那 是不是要符合那個條件 那 看起來結論是說 有些研究者說 其實也不用 就是 基本上你十步和十步 特別的變數 變數可以 就沒關係 那 既然 談完這種 可以微分事情 那具體就來談 說 Activation 我們要怎麼改 像 Sigmore 這些東西 有沒有一些建議 它會提供一些建議 然後 常常我們會用 BatchNolization 那一個很直接的事情 就是說 你的分母有一個 Standard deviation 今天你是複數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去談 這樣的事情 那 精神其實就是說 我們想要把我們的這個數據 弄成 有點像是 Variance 1 然後平均14.0 的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最起碼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 變成是1 那 一個複數的時候 它不是在十數線上 它是在複數平面上面 所以 你把 100個 複數放在複數平面上的時候 它可能會像是 這種樣子 反正把它長成十步驅步 像這樣子 所以 想要做的事情 反而比較像是說 調整座標準 讓它 變成 是圓形的 比較像是這樣的事情 這是 HNormalization 會遇到的一些 改法 那 後面這個我 不是很熟悉 我就提一下 就好了 大概最後面用這個解釋 那具體來講 就是 它把一半的Fature Map 表示成十數 另外表示成虛數 那再來卷機 那 文普通的卷機就是說 當然大家就是 再熟悉不過了 然後 你把你的那個Current Note 或Filter 拿去跟你這個圖去 點稱 然後叫它加起來 那 這個點稱 當大家都權重和你的Fature 都是複數的時候 那複數將成當然會符合這個關係 所以 其實 你這裡有一半是Real的 這裡有一半是Imaginary的 那這邊也是 所以你乾脆 就 它並不是說把每個Element 記憶體用複數去記 它有一半的Fature Map是實數 一半是虛數 所以 它就 它的實數跟實數 做Convolution以後 把它留著 然後 跟虛數跟虛數的Convolution 留著 撐起來以後 用簡單 就剛剛看到那個 普通的這個 的關係 這樣子 然後它的實部的Fature Map 跟它的虛部 做Convolution 加上虛部跟實部 所以它就人工的 安排一下 然後完成這個複數的計算 並不是直接把每個Element 就是複數相成 那 大概是這樣子 它卷輯的block 是這樣的 它 這裡有加 個別弄完以後 一個用加的 一個用減的 那 那 微分這件事情 那 大家如果有興趣 或者大家其實 可能也都記得的話 那就是看一下 我們的 音書或公書 或文件的書 那 我 大概不查的話 我就放到最後面 這樣子 那是不是要符合這個條件 那 研究者 這個我 好像在講電話看到 我也太熟悉 那 它說 他們是說 其實不需要 所以他們 底下設計 也沒有真正遵守這個條件 那 Activation的設計 是這樣子 就是說 普通的 這個value 你 大於某個 大於0的時候 就保留這 它這裡設計 是這樣 就是你把它加一個bians 比如說 b是-3 好了 所以你的這個 它就把原來這個 自己的相位提出來 它的相位 永遠就不要去動它 它只看它的這個m-tube 那 所以 它只是把相位寫成這樣子 就把它強度除掉 所以你就會看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你如果這邊-3的話 半徑是3以內的這些東西 就是 普通的value 就用0來替代 那外面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不動就不動它 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是保留 它的這個相位 你會覺得這件事情 你去亂動相位 常常會弄得很糟糕 這樣子 這是 一種方法 可是底下的方法 其實就是相位 那邊不管 那這個 先講這個做法 就是它其實就是說 它 時部和虛部都 都 就是它把石部和虛部都要求它大於0 就是像普通的value 只是要求石部大於0 那它這裡的石部和虛部都大於0 否則就是替換成0 只要石部的虛部都大於0 只要石部的虛部都大於0 你在第一項線的話 就是保留不動的 那這個 是說 就石部和虛部個別去看 像這一塊它的石部是大於0 它在右邊 虛部是小於0 所以它虛部被拿掉 然後石部就保留著 像這些東西基本上 在整個區域裡面都不準 守剛才那個條件 那你覺得沒關係嗎 我看它給的幾個建議 Mode review C review C review 好 那 BenchNomalization 就是 我們先把一個Pixel的資料 它這個 例如說一張圖 它是石城石的影像 它有100張 你就對你石城石的 每一個Pixel 對你去把它調成 就是中心化 然後它的Variance弄成是 大概是1左右 然後你最後給它一個機制 所以它可以學回來 就是如果它不是中心化 有個Bias更好的話 我們就把它學會 那這裡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原來我們的數據在石數 軸上面的話 那大致上就是說 它的中心可能不在0 然後它的寬度可能是 不是1 那現在 在複數平面的話 我是這樣想像 就是說 這些點 就是它有石部續部 所以在平面上面 就是這樣分別 那我們要做這個東西的 第一步 我們先把它弄成一個 像剛才的前兩步 的話 那 就是做PCA開啟 ZCA 就調一下Scale 就好了 那就把它的石部續部 當成MES彈外做不了就好了 那 接下來再給它一個機制 去 讓它可以學回來 那 這一個學回來的 這一個 矩陣 是 剛才我們把它 縮進去的矩陣 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的這個 Cobarance的矩陣 那 這兩邊一樣 所以你學回來的時候 就這兩個 固定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很細節我沒有了解 那 看起來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它在學習的過程中 就是 它有 去 加盟Monton 就是 保留之前的 然後 不要把新的全部 不要拿到新的gradient 就是 就直接用 就把它跟之前的 平均的gradient 去拿來 加全一下 然後再來更新你的 這些 參數 被彈 安靠 那我初期的了解 是大概這樣 就實際上大家可以看那篇 那 權重的初始化 這我就不講 因為我不太了解 沒有夠了解 這樣 那我比較對它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說 它 在彈 Ready distribution 就是 它想辦法 初始化的時候 用 Ready distribution 然後 Ready distribution 有些參數 我們任何東西 都會有些參數 它是 去談說 那個參數怎樣設定 比較合適 當然跟你輸入神經原書 跟輸出神經原書 沒有關係 那 這個我不知道它為什麼要用什麼 就 不夠了解 那最後一個就是 residual block 那我們 天真的看的話 那 residual block 如果長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它 換成複數的版本 就好了 那它 有做了這個 Ready distribution 它也做了一個 它的版本 卷機 這些都做了 所以看起來 可以直接替換 它裡面其他很多 加細節 包括說 最開始輸入的影像 輸入的東西 常常是 real language 那你是不是直接 把它的虛物 用零去填其他一半的 feature language 這樣好呢 它建議其實說 不要 建議說 你先把那個虛部的東西 輸入零以後 你先不要直接用 你先經過一個 這樣的一個普通的 real number的這種 block 就是 residual block 讓它自己調一個 適合的主持的字 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其他細節 就 就不意義這樣 那這是我 我自己想像 我隨便 亂猜來回應它 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 你 它講說 像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 memory trace 像這件事情 就是 我有一些訊息像這樣 我有些訊息像這樣 然後我去造一個 memory trace 也就是說大家都盯一個這個 key 那你可以越加越長 然後到時候你可以用 copy duplicate 這個方式 還有 你的key 可以去排一排 然後你可以去重新 截取訊息 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跟 residual block 會 residual network 會這張關係 那這裡有個特性就是說 你每 你有一個原始的訊息 然後有一個新的訊息 你用 就直接把它加上去的方式 就把它fool 附在上面 那 它的這個卷機 它的residual block 它講說 這個就比較像是原始的 memory 然後這一部分呢 處理過的訊息呢 就是額外加上去的東西 這他大概講 我不確定他的意思 那他也沒有講太多 那我想說是不是 這一個整個東西 其實像是一個memory trace 所以我是不是只要在 也許處理的時候 我也許在這裡我加上一個 那個 我可能這前面加上一個key 在哪裡加上一個key 然後我把它 跟這些訊息把它定起來以後 然後我在後面可以就是用 然後我在後面可以就是用 當然這個key 你給它duplay好幾份 然後你可能後面就 用大家那個方式把它審訊出來 我幫他審訊 這個意思 對 那 大概就這樣子 大家有問題 這塊還有蠻多需要 學術界錯了 我個人認為他 非常有potential 我個人認為他非常有potential 原本一開始的圖 那怎麼把它那麼 複數 複數 我看起來 就是 如果那個訊號本身就是 如果是電訊號的話當然可以 那如果是一般的pixel的話 對 我看起來 前往他在這邊講的時候 那個卷接手 我看起來他是說 你先 讓 你的 你的 你製造一個 19 block 然後 你也讓他實譜去輸入 然後 讓他去學 然後得到一個虛譜 然後你再跟你的 real的這個fue 定起來 對 他好像覺得說 你直接拿一堆 淋在他的那個 虛譜的部分那裡 他覺得這是蠻好的 嗯 我 我亂講的話 我覺得這裡是白hacking 對 那 理由他沒有特別這樣 那真正電訊號那些東西 你直接用0來 初始來弄 可不可以 也許可以 我不知道 這我不知道 如果是一般的pixel 可能 不太需要用到複數 我看 看 一些paper有用到 複數的 跟pixel有關的 可能 類似像 一些 搖測啊 或是sensor 他去 偵測得到的一些 pixel的data 那 這些pixel的data 可能 有一些 跟fans有關 好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 今天謝謝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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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啤 要打開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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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